流量当头,我是威尔 自由高照,我是秋泽 天马行空,我是卢卢 今天是6月13号的星期一 全新一个星期早上跟大家说 新的一个星期好,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大家都 每个星期都有Monday Blue,对不对 但是Monday Blue之前呢,为什么 首先先说为什么Monday Blue 因为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过得很开心啊 其实大家都不想工作,对不对 就觉得假期是最爽的 我们假期很爽呢,因为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啊 可能跟朋友聚在一起啊,跟家聚在一起啊 去游玩啊等等,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这种Monday Blue的情况 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 有经过假期啊,或者经过一些 去游乐玩了过后 或者庆典过后呢 就会很开心,然后 就星期一才会Monday Blue 可能它的Blue很早就发生了 可能搞不好来周末 还在特别日子就发生了 那这个事件呢,就发生了 举个例子啊,就在美国啊 有一名患有一个自闭症的少女呢 在去年庆祝18岁生日的时候呢 曾经邀请了20名朋友出席 这个她的庆生会 但是,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好悲哀啊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出席 你们两位有没有试过就是做生日会的时候 没有人出席的? 呃,我试过耶 所以从此过后我都不办生日会了 蛤?真的啊? 对,不算没有人出席啦 就是,那时候是我六年级的时候 然后就,我邀请了全班的人 然后大概只来了不到十个吧 OK啊,还是有人来啊 还是有一点点人来 可是那时候就还蛮难过 所以从此过后我就不再办生日会了 为什么你觉得难过? 那个时候心情为什么觉得难过? 平常交情真的不怎么好 那你要检讨直接 是,是,你别说别人 你呢?难道你办生日会吗? 我,我办的生日会会有人到的 会有人到,就是没有试过这种被,被人呃,放飞机啊 冷场那种感觉 呃,最多就是没有人约 不会,呃,不会到我办的不来 哦,那除了生日会呢 我,我意思是说有没有曾经就是办过一些特别 可能大使会啊之类的 就这类型的东西啦 是,刚才就是秋子试过了嘛 就生日会没什么人出席 那露露你呢?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 就你很期待 很多人会来捧场的 结果没人出现 暂时是没有耶 证明你 证明我交情不错 有一定的人气是吧 还有一些人情味啊,我的朋友 是,那可是这个美国这一名自闭症的少女呢 就,呃,就比较怎么说呢 没那么幸运了 为什么呢?她不单只是 她办了生日会没人来 可能是因为人家觉得说 她会不会因为有自闭症 所以也没有什么朋友 嗯 但是她说邀请了20名朋友耶 对啊,所以就是自己的朋友吧 自己的朋友然后可是没有来 嗯 就是她的朋友是属于哪一类型 就是比较普通人还是跟她一样的呢? 哦,你这个问的好 因为我也不确定这个整个报道也没提到她的朋友是 因为一般有一些比较有特殊状况的孩子呢 会送到一些特殊学校 嗯 所以我不确定这些是不是 她的朋友的意思就是 这些也是跟她一样有些特殊情况的一些人士 那如果是的话 也许 呃,他们可能也不太喜欢交际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没出席 嗯 不过这个其实是她去年的生日 然后这次为什么会再提起呢? 其实是因为她的表姐呢 就不想再好像再让她难过了 所以就贴上这个社交网站 然后就邀请这些 就决定利用这些社交网站的力量 然后为何丽制造这个一个难忘的生日 因为这个女生她叫何丽嘛 然后她表姐就觉得 怎么这么可怜 所以今年19岁生日 还要让她过一个不一样的19岁生日 呃,对于这个何丽的表姐呢 其实她有说了 就自闭症人家通常都会觉得是 你每天自己一个人在家 然后不想要跟外界接触等等的 她讲其实不是的 她讲这个表姐呢 呃,这个,呃,这个表妹呢 其实她非常的活泼 啊 自闭症然后很活泼 嗯,然后喜欢跟别人接触 奇怪,那自闭症的情况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 我一直以为自闭症她可能就是说 像你说的一开始就不太喜欢跟人家接触 活在自己世界里头 嗯,但是她这种是相反的 喜欢跟人家接触 而且很活泼 呃,她很喜欢出门 喜欢运动 甚至参加过特殊的奥运 其实我看过一个呃 自闭症的影片 是一个小男孩 他们那个影片主要是 想要告诉大家自闭症的儿童 他们的心理世界是什么 那那个自闭症的儿童呢 其实他不太喜欢去商场这些地方 嗯,这些人多地方 因为声音太吵架 他们同时接受了太多的资讯 所以造成他们一时无法接受 然后造成他们乱喊等等之类的 所以自闭症的儿童 他们之所以会乱喊啊 然后情绪没有办法控制 是因为他们一时接受太多资讯了 嗯,那她喜欢 她喜欢 就是她可以接受那个 呃,就是外界 跟外界接触 那为什么会是自闭症呢 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吧 比如说像这一名 呃,这个Holly 他可能是因为他心智年龄 可能是大概只有六岁左右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跟他的实际具体呃 成长身体的年龄一样 这可能会造成他有一个落差 那种落差会让 会让他觉得一种压力 因为人家看他 如果他18岁 人家当他18岁嘛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到那个年龄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种 他不能够接受 他也没有办法理解 呃,这样子一个世界 就造成了他 这个自闭症也许是后天性的 他并不 未必是先天性的 那这个原因呢 呃,或许就是为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活泼 但是又因为这样子 自闭症 就造成了他没有什么朋友 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矛盾 但是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啊 对这位呃 这个女生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 因为没有人理解 她的真正的内心世界 还有她心智年龄 都把他当成一个可能青年或少年来看 但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他反而会跟社会可能会有一个 会脱节了 会脱节 嗯,而且可能有人会担心说 呃,自闭症会不会有攻击性 呃,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些是脾气暴躁的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种情绪比较难控制 呃,不过呢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每一种自闭症 都是会有从呈现一样的那种反应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家里 或者是身边有一些自闭症的朋友啊 或者一些亲人呢 呃,跟一些专家了解一下 怎么跟他们相处 不要一味的就是觉得 哦,抗拒他,抗拒他 你这样反而会把他推到一个边缘 他没有办法复原的 但是呃,有时候 呃,一些人会面对这样子的状况 那在动物界有没有所谓的自闭症啊 还是忧郁症的状况出现呢 有啊,就是在西班牙的公园里面呢 就有一只杀人精 嗯 杀人精呢,他自杀了 杀人精自杀 哦,我有看到这个影片呢 他真的是死了吗 没有,他没有死 他是受到了重伤了 哦,受重伤 嗯 其实因为他离开水面太久,对不对 我听说是杀人精呢 或者是这种体型非常巨大的 这种海洋生物啊 尤其是像杀人精 就是鲸鱼类 海豚类 或者甚至鲨鱼等等 尤其是这种鲸鱼类啦 因为他体型非常巨大 所以当他如果离开水面 那他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压力很大 这种体重的压力 把他内脏心脏 或者是 总共他内脏都压坏 或者压爆了 因为他在水里面 有这个水的浮力 可以让他承受这种 这种身体的重量嘛 但是你离开水过后呢 身体的重量完全是往下压 这就是为什么 他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内伤 如果离开水面太久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鲸鱼 它是搁浅 其实是自杀的举动 这个鲸鱼 它也是被它同类欺负吧 不单单只是 不单单只是因为 就是平常表演啊 然后空间太小 对这个西班牙公园 好像是有被 有被说了 就是空间太小 被发现这个空间太小 然后这个杀人精 其实他们并有足够的空间 去游动 所以就有这些环保组织呢 就去投诉说 说他们虐待动物 哦 但我不太明白的一个点 就是说 当然虐待动物 这个可以直接理解 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说地方太小 它没有这样子的地方 你把它看成虐待动物也行 你可以把它看成 可能资金不足 它真的没有办法 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饲养它们也行 不过我着重的点 是在另外一边 是说 有人就怀疑 甚至这个是因为 这只杀人精 为什么自杀呢 除了可能有被虐待的情况 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它被同类欺负 这个被同类欺负的概念 我实在是不太能理解 是怎么说呢 因为毕竟这些杀人精 全部都是在这个水池里头 怎么会有特别有一头 杀人精是被同类欺负的呢 然后其他杀人精难道会 联合起来欺负一头 另外一头这个杀人精吗 感觉很有人性 对啊 我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平常都是我们看到人 在人的话 就是我们会联合 霸凌 霸凌嘛 那个叫 差不多啦 就是boycott一些 我们觉得不舒服啊 或者是跟我们不同平行线的人 那为什么在动物的世界上 也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 这个就是我不理解的情况 我其实 我好像还是有看过 真的有 不过不是鲸鱼类 好像是那种狮子类啊 那些等等的 狮子 是它长得特别一点吗 不是 就是可能 就是它们会排挤它 但是它不是 动物之间其实会排挤的 我觉得是要看 什么样类型的动物 比如讲像狮子 你应该提到狮子老虎啊 它们是有一个 这个主 就是讲 主权地区的 这个范围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区域是属于我的 那我为了宣示我的主权 这个区域的主权呢 我会可能跟 会在那边可能撒一泡尿 搞不好这样情况 再不然如果有人来侵犯的话 我会显示 可能很凶的 再不然就正式打架了 那种 它们是同一个族群啊 对 它们就是一个狮子群里面 然后总会有那几颗 所以被欺负了 因为它们是比较霸道的 比较霸道的啊 杀人精应该也很霸道吧 但杀人精它的地区就这么小 刚才说了 它的地区不够大 可能它的体质比较大 所以占据了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就被欺负了 这是省逻辑吗 所以你看到 在这样的新闻里头 它反映了几个现象 就是说 一些情况是天性 不论是人的天性 动物天性 就是有一种本身的一种天性 就是说 你可能会排挤同类 如果是这个同类稍微比较弱 或者有一些特殊状况 你就很容易倾向于排挤它们 因为你对它们不熟悉 或者它没有办法融入你们 再不然就是 你觉得说它好欺负 人有一种倾向 或者是动物 生物类都有一种倾向 就是欺善怕恶 然后仗势灵人 然后从中取得这个优越感 对 我觉得这是人最大的问题 也不是人啊 动物也有啊 动物也有 这是天性吧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种天性 这是一种本性吧 也许 当然有一个 就回到看另外一点上 动物园 我们自己也谈过了吧 对不对 动物园 甚至海洋公园等等 它们的动物的活动范围 或者是它们的这个生活范围 是不是足够让它们能够有一个自由度 让它们觉得舒服呢 对 而且我觉得 其实好像你刚才你说的 可能它本身资金不够 那资金不够 如果政府在 政府在容许你开这个海洋公园啊 或者是等等 需要收服这些大量的动物啊 或者是足够开够大的空间给这些人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检视他们的资金呢 还是检视他们这个活动范围大小 够不够人道呢 但是如果真的不够钱 你做不了这样大 然后你要收留那么多动物 那就不要给它们开吧 那那些动物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收留的话 我假设是收留 而不是去抓来表演 这些它们应该是抓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它们是抓来 还是说是繁殖出来的 因为毕竟有一些是原本已经在了 但是繁殖了出来 你没有办法把它丢回海洋去吧 也许生存不了 所以它们就这样养了下来了 可能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可以把它们交给机构吧 其他的机构 机构哪里有钱呢 不是机构 我是说 其他的海洋公园啊 去寻找那些地方 搞不好其他海洋公园已经爆满了 它也不能够收了 那怎么办 很难取舍吧 对吧 有时候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做 不过 话说回头 就是真的想办法 很多保护动物组织的人士啊 就不要只是专注在 可能因为这个世界里头 真的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的 它不是一两只 当然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到完全啊 比如说护杀有护杀的 保护这个熊猫有保护熊猫的 保护老虎有保护老虎的 各自都有各自的保护群体 那精英的保护群体 可能自己要做一些工作了吧 也许 那我们整个焦点看一看哦 有一种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游戏 叫那种遥控 遥控飞机 遥控船之类的吧 遥控无人机 看到很多公园 其实有很多人在玩 现在还有吗 前一阵子还挺流行的 可是现在好像不怎么看到这种现象 不过呀 还是有啊 真的吗 因为现在人家用的是那种 drawn 就是那种拍摄的那种东西 那个我知道了 它也是无人机那种技术研发出来的 只是它把它装了这个摄像头在里头 所以你可以拍啊 很多人都在用了现在 尤其去旅游的时候 你说自拍自拍的那个杆啊 那个那只东西已经落后了 还会看到杆就不美 所以啊 这种无人机最好了 什么都看不到啊 我看过有一个那个 也是在视频里头 一对一对夫妻还是 总之是couple 他们去旅游 然后他们每一道一个地方 他们用的就是无人机拍的 很漂亮 他就他就镜头 从看到他们慢慢拉远 然后你看到整个景色 很美 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 哦对 还有电影也是有无人机拍的 对对对 下电影都有无人机拍 因为可以 就不用租helicopter啊 等等的那些大纸巾 你用无人机拍 就可以拍到那种效果了 是 不过如果 不过如果无人机呢 他若 你不加以控制的话 可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像是 在这个阿布达比的 这个国际机场呢 走六居 因为一架无人机 在上空盘旋 所以造成机场 关闭超过一个小时 导致22趟航班延误了 哦很夸张耶 22趟航班耶 对因为 对我去过阿布达比的 这个机场 然后真的是很多人 因为很多 你去很多国家 都要在那边转机 然后你去日本 可能也要在那边转机 去英国也要在那边转机 去美国也可能也要在那里转机 等等的 所以他就是蛮繁忙的 这个自家无人机呢 就是造成了某些航班 延迟起飞 长达四个小时 然后另外有22架航班 就被迫改到起降 然后这是过去18个月来哦 迪拜国际机场出现第二起无人机 骚乱事件 然后其实这个当局 其实是有规定的 就是周围 机场周围 严禁使用无人机 违法者将这个严厉处分和高额处罚款 其实在上个月 也有一个新闻说到 在波兰华沙机场呢 有一架这个德国 又杀航空航班 差一点因为这个无人机撞上 所以差一点发生了一些意外哦 那就换句话说 这个无人机呢 可能有一些是必须要加场管制的 如果没有管制的好的话 可能会真的影响航空安全度 对 因为他如果 其实我知道飞机的引擎 怎样的东西卷进去的话 会造成整个飞机爆炸 就像鸟啊 也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但是现在应该 他们我听说有了一些设计 如果是不小心有一些 飞鸟类被不小心卷进去 他们可能里面有一些处理的方式 还不会引起太大问题 所以他有可能有四个 比较大型的飞机 应该有四个螺旋桨吧 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其中一个不方身的话 他有三个可以方身 基本上还是不是很大问题 即使只有两个方身 应该问题也不大 所以他们有这种后备措施 但是无人机不同 动物 比如讲鸟 你卷进去 鸟卷进去 鸟是血肉之躯嘛 顶多就是变成肉浆了 就是难听一点是这样子 但是飞机 这些是有电磁啊 这些电子设备在里头的 捡进去 可能有一些造成电线短路 这个爆炸可能性真的存在 所以这个相对比飞鸟类来的更危险 对 所以这个必须严加管制 但是无人机呢 他除了你可以拿来玩之外 他有一个情况要严加管制 就是因为无人机呢 可以当成军事用途了 现在 就是在美军这个 美军 美军他的那个无人机 好像是涉嫌就是杀害平民 所以造成德国千人 就围了这个美军基地 这个德国人呢 他们就在这个美军基地的外面 排成九公里的 九公里的人链 就是手牵着手排成人链 然后抗议美国在他国的武装无人机 造成无辜平民死伤 这个组织呢 就成了就参与着大概有五千人 虽然警方说只有两千个人 然后这个抗议一直持续到周日 是 其实美国或者一些先进国呢 已经开始在研发用这种无人技术 来作为军事的一个设备 或者攻击战术 因为你要牵涉很多人的话 人命伤亡 这个是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损失 而且他的经费也非常的昂贵 所以他们就研发了这种 尽量减低人命伤亡的这种攻击 或者是军事方式 无人机就是其中一个 甚至研发的机器人 机器拆弹专家等等都有 以前在电影常看的 这些噱头或者是idea 都已经真实的在发生在现实世界里头了 所以美国曾经确实用过无人机 轰炸过一些地区的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 轰炸中东一些地区吧 也是不小心造成了一些人民的一些伤亡的 那当然这种情形会发生呢 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它的发生 因为军事的发展 它是一日千里的 非常的快 然后我就问到 人家可能会跟你说 我用无人机 那起码我减跌了我国家内部的一些人民伤亡 我的军人不用死 但是战争如果没有办法避免 然后我还是要用这种方式 那你要选择怎么样 有时候我会想 也是好用无人机或者用机器人去作战 但是回到问题的最根本 为什么你要打战 好像没有办法避免的伤害 所以如果当大家用无人机机器人打战的话 那是不是相对比较好一点 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战争 我这样的准确度会准吗 很准的呀 其实 对因为我想到的东西其实是 就算你派这人去打战 而不是无人机的话 那如果那些人不会打伤到平民吗 你不管是 就是你只要是站着你一定会伤到伤机那些平民了吧 那在伤机平民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疏散平民呢 打战先疏散平民 理论上或者是道义上应该这么做 但是当你来到实际战争的时候 你哪有时间啊 而且有些是突袭行动 他是突然间就来突袭你了 难道我先告诉你 我要来突袭你了 你先把人民疏散哦 不可能吧 你唯一能做也就是这样啊 要不然你不管是无人机还是有人机都好 都是会相及平民的 我认同你说了这个说法 只要是战争一定会涂炭生灵的 一定会有些人死亡 所以最好是不要打战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要打战的话 我退一步来想 我可能还真的会选择用这种 没有人的这种作战方式 起码你减低了这种伤亡 但是呢 减低伤亡的意思是必须 前提是哦 他是在没有人的地区来打战 不是在有人的地区来打战 就好像玩电子游戏那种情况 就是虚拟的战争 那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无人的战争 那种机器战争 那在这样的一种发明啊 可能还真的是 在很不幸的状况中造福人类吧 应该这么说